桌面上摆着一根又一根的山药 也预告着山药的产季到了 今年的山药评鉴大会 共有21位农友参加 在三位评审委员一遍又一遍的来回走动 仔细看着每根山药的外观 肉色还有品尝其口感 评审们一致肯定今年参赛的山药品质 都比往年更突出 因此很难分宣制 激烈的竞争之下 冠军出炉了 是我们魏邱琳 魏大哥的山药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整个山药的种植过程中 它比一般的蔬果要长达 要在增长期长达六个月 那如同我们刚刚的 21位参加者的评价过程中 我们大家也得到一个相互的激励 包括经验的分享跟交流 那如何把山药的品质提升得更好 最后评价下来 山药冠军是由山药农友魏邱琳来夺得 他也表示种植山药已经有25年的时间 秉持着用心照顾一定会有很好的品质 今年是首度获得山药评价冠军 有点意外 但心里很开心 希望借由这样的比赛 大家相互激励 然后心得分享 然后把我们整个山药的品质 数量能够提升出来 然后把它推广到全省各地去 那也让农友能够在经济收入上 有这么辛苦的种植过程中 能够带来好的经济收入 非常高兴 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今年的冠军山药是来自 共聊奥迪的魏邱琳 评鉴大会上除了笔记数 也让各农友可以互相切磋 栽种经德 互相鼓励让新北山药更出类拔萃 接下来双溪区公所 最近也有一系列山药节活动 欢迎民众把握山药产季 感受这份秋季限定好滋味 借陈威 商溪采访报道